基本上我们是用游戏的性质 因为小朋友还是小 所以来到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游戏 给老师和他们玩 然后老师就再重逃观察 包括了会和小朋友讲故事 听完故事之后 我们就会和小朋友玩一些大肌肉游戏 譬如推波波 或者和小朋友玩观积木等等 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桌面玩具 让小朋友随意去玩 玩完之后 让小朋友在一个大肌肉室里玩一下车 其实就差不多是一个过程 如果是玩的时候 有两种状态 一种其实我们都鼓励 小朋友自己玩 但是如果有些小朋友 还未曾适应环境 我们也欢迎爸爸妈妈 在他身边一起玩 这个我就觉得很随意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看回 小朋友的应该叫做 步伐都不同 其实在玩的过程之中 最重要是小朋友自己 愿意玩开心玩就已经足够了 基本上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潜伦 还有有时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环境里面 有时不能够作准是真正的那种盛情 所以反而倒转来到的时候 我要尽量让他们开心一点 有一种安全感 还有愿意去表达自己 所以在一个选择上 因为在我们例子会来说 是有教无虑的 所以所有的小朋友来到的时候 我都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